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子女吾听话 学生吾听教 怎好 例如 现在有很多做父母的遇到我 法师现在子女不听话了 有很多做老师的来跟我讲法师 现在学生不听教了 我回答 我说你的子女学生没过身 你没有教好 你怎能怪他 没错 现在社会的大环境非常恶劣 邪知邪见 导致邪行充斥在世间 但年轻人哪有不受氛染的道理 这是现在年轻人难教的一个外在因素 但这个外在因素 我们怎样用内在的真情去克服他 古人说得没错 清成所致 金石围开 我们再细心想一下 连那些小动物 蚌虫蚂蚁都能感动 花草树木亦能感动 人怎会感动不到呢 感动不到是我们的精情未达到 如果我们自己能感动到 如果我们自己能感反省 那就好了 一定会将自己的德行向上提升 只有提升自己的道德 才能感动到现代的年轻人 我们自己没有清高的道德 一尾去责怪年轻人 去惩罚年轻人 这不是办法 教育这个手段 教育这个手段 懲罚不是一个最好的手段 最好的手段是感化 是要自己用真情爱心 清淨平等的爱心 去感化一切众生 佛菩萨对畜生恶鬼地獄都能感化他 都能引导他回头是岸 何况世间有情众生 我们应该想想要怪自己的功夫 德行不够 绝对不要怪人 还未接受感化 那才能成就自己 成就他人